首先是将红扁豆洗净数次 直到水变清澈为止 泡水备用 马铃薯 南瓜 去皮切块 白花椰洗净切小朵 汤锅加热放入植物油 小火炒香咖喱粉 姜黄粉 姜粉 再加入马铃薯 南瓜 拌炒上色 倒入番茄罐头与沥干水的红扁豆 加入刚好盖过蔬菜的水量 大约300公克 中大火煮滚以后转小火 盖上锅盖 焖煮大约15分钟 到马铃薯拌软熟 接着倒入椰奶与花椰菜 以盐 白胡椒粉 红糖或者是糖调味 去煮10分钟就可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